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从五指的长短来看一些运势 首先一个五名指比较长的人是有艺术细胞 五名指意味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 在四指当中,五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 一看这个五名指常常会令人想到你的创作天赋相关的事情 只要肯坚持,五名指长的人一定可以在艺术方面取得一些特殊的成就 第二个是思索型的实业家 手指的长度是以五个手指当中长度最长的中指为基准来衡量的 基本上来说中指的长度为手掌的五分之四左右 比这个长就太长,比这个短就过短,这是一个标准 手指长的人呢,指头长的人呢,这个肉体的体力 身体各方面比较强悍 就手心来说,手指长的人属于这种思索型的人 是需要经过扎实的努力取得财富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讲的手指长啊,手大的人呢 是这个比较稳定的啊,发稳财啊 这个大财发不了,但是他很稳定啊 跟一夜暴富之类的财运是无缘的啊 这种人呢,处事比较稳妥 擅长分析啊,聪明过人 所以说,假如将这种优点跟工作 相这个分离的话 便能够获得更丰盛的成果 也就是说你从事一些 这个银行的或者是理财方面的一些 会更好一些啊 这个做一些技术类的呢 就发不了大财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气魄十足型的领导者啊 那么手指,四指比较短的人 那么不会知诸必要啊 有大局观,并且做事不拖拉啊 自身的具备一些优越的经营才能啊 而且很适合这种 这个做一些有魄力的事情啊 这个胆子比较大啊 那么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而且呢,这种人呢,做事很灵活啊 那么手指短小的,比较偏小一点的人呢 就是有望发横财啊 有望创业成功啊 他不稳战稳打 抓住机会呢 他会就去做啊 那么手指如果是过于短小 就显示这个人呢 具有一些懒散的性格啊 不喜欢运动啊 这个 对一些这个很强的一些户外活动 他是不喜欢的啊 因为他不擅长这个啊 手比较小啊 超级玩家啊 玩心很大啊 无名指大多数跟这个无名中指一样长啊 这种人呢是一种超级玩家啊 玩的把戏很多啊 麻将啊 赛马啊 乔牌啊 高尔夫啊 这个爱好极广啊 寻求刺激啊 似乎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这种人呢 确实对于这个胜负啊 有着相当敏锐的直觉 而且喜欢的 这个投机性比较高的理财方式啊 因为在事业上应该是在 多在股票啊 房地产这种投资类的这种行业发展 实质长是野心家啊 实质比较长的人 实质长的人一般性格是比较顽固的啊 就相当的企图心 财大企图的性格 常常是引发一些 这种灰金如土的这种效果啊 这个手里当然存不下钱 不过这种人呢 由于企图心激烈啊 所以说多是野心家和实干派 有极强的这个招财能力 也是典型的啊 能花钱啊 能赚钱的人 终止短的人呢 是行动派啊 终止长得比较过短的话 是缺乏耐性和激动的表现 这种人呢 固然不断的啊 不知疲倦的努力付出 但是总是无法约束 这个本人的情感啊 在金钱投资打理方面呢 也是倾向于盲目跟从的态度啊 假如说能够获得一些 这个一些利润的话 是纯属侥幸啊 是要遭受一些波折的啊 这个 还有就是小指啊 小指长的是善经营 小指长的是我们以前讲过啊 是具有雄辩之才啊 言语的表达能力极佳 而且个性很强势啊 这个不过缺陷在于这个言多必失 容易因为言语而得罪人 所以说结怨呢 招惹别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呢也要当心 这个运用全盟啊 功于心计 所以说要 这个固然具有事业和财富 但是人员呢 不见得很好啊 这个小指长的人话比较多啊 好了 有关这个五指的长短 看运势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上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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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